第三 没有完全做到五界十善 是否就不能往生 是否一开始发行念佛 就要做到五界十善 五界十善是做人的根本 人都做不好了 你想怎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去做佛去了 这个一定要知道 但是也不能说 我五界十善都没有修好 就不能往生了 这个话不能讲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 那个临终念佛的 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 没有听到佛法 临终的时候才听到人叫他念佛 他念极生佛号真的往生了 那是什么原因 临终一刻之间 他把他自己所造的那些窝的时候 通通通放下了 所以说放下徒刀立地成佛 他只靠这一句佛号 那叫真忏悔 这是忏悔往生 一生所做的畏业的时候 通通忏悔 直到错了 所以回头生暗了 那么这个神仙 这个净土神仙录里头有记载 网生传里有很多 我自己还亲眼看到过 我在美国看到 一个周广大先生 住在美国华府 就美国的首都 开个面包店 人很好 是个好人 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 他不信宗教 到临命宗时 也是得点哀症 也很痛苦 所以家人没办法 才找到佛教 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佛教会 就找到我们的道场 我们道场同修 就去看他 看他就全能念佛 告诉他 这个是有个极乐世界 比我们这好多了 我们应当都求生极乐世界 他听了就能相信 这很难得 听了就相信 就念佛 结果念佛的时候 他这个痛苦减少了 他就很欢喜 告诉他家人 不要给我找医生 不要找什么 你们统统帮助我念佛 三天往前 他没有说 还唯一都没有 这个就是过去生中的善根 这一生当中没有接套佛法 临终一接触 他就相信 有些人接触不相信 就没法死 而且就真干 真听话 所以说是锐相非常之好 走的时候身体柔软 一丝毫这个恐怖都没有 所以这时候我们亲眼看到 这个例子 好 嗯 嗯 嗯